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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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大经》播出 第790协,道素吉第四项 科题,亦比意整,亦是事事想念的 第四项,在灵严会上 为我们介绍大世之菩萨 大世之菩萨说,益佛,念佛, 焉前,当来,必定,见佛 第二,悦念非常重要 佛在《大乘经》上讲,一切法从心上生 我们要时时读到,上有心生,色有心生 这样的经文,上、色都是指的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 所以这就是讲念头了,其三不动念 这些经文,我们在几十年当中 因此,我们无法远估一点 但因为都是水过鸭杯 没细心地去追究它 为什麽? 有人追究的话,我们就怀疑了 物质现象是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 我们无法想像。 但是,这是《大乘经》常说的, 特别是《波耳报》。 没有人否认。 我们也不敢否认, 但是《波耳报》是脱不了的。 直到最近4、5年, 有个同学向近代的量子力学家所研究观察的报告。 我们看了。 对于 上右心生, 一切法从心上升, 景趣心转。 我们明白了。 有了概念。 和这些科学家一样, 对佛法宣众、敬仰。 对佛法宣众、敬仰。 这些科学家, 对佛法宣众、敬仰。 对佛法宣众、敬仰。 科学家说得重要清楚。 佛法是怎样知道的呢? 我们在佛经上读到这些经文。 就好像大丹很笼统地与我们作了一个解释。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个境界不能够想象。 不可思议的境界不能够想象。 亦没有办法说。 不可思议是不能够想象。 不可意是没有办法说。 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 为正方知。 你成罚了。 你正德这个境界, 你就明白了。 说得没错。 对我们这些初学的人, 没有进入这个境界, 我们怎样去相信呢? 古德教我们, 不能够相信, 亦都要去相信。 为什麽呢? 法是没有妄语的。 佛所说的一切是真的。 从前的人,老实, 就默认了。 缘了的人, 不行的。 缘了的人, 多多一点受一些科学的影响。 一定要追根究底。 未有真正搞清楚, 我们总在这里打了很多个问号, 这就是科学精神。 佛家终于将这件事搞清楚, 搞明白。 我看的一份报告是德国布朗克的, 这个人现在不在了, 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爱因斯坦的名气, 没有照过老师。 老师也不含糊, 真的, 尽他一生的精力, 将物质到底是甚麽, 找到了。 他用的方法, 与佛在经上讲的方法, 完全相同。 就是不断讲分析, 将最小的一粒物质, 将它打破。 发一段这样的研究, 发在经上的两个方法, 交到我们, 课得重, 牛毛陈开始。 牛毛很粗的。 牛毛的尖端上面有一粒尾尘, 这是我们懂得的, 这个尾尘很少的物质现象, 它与牛毛有引力, 地心引力, 有引力。 在这个无端上面, 毛怎样去移动, 它也不会跌下来的, 叫做牛毛陈。 眼睛好的眼睛应该可以看到, 将牛毛陈分作七份, 七份之一叫羊毛陈, 羊毛比牛毛细, 液在尖端上不会跌下来的, 然后毛陈再分成七份, 七份之一叫做韭毛陈, 韭毛陈更小了。 韭毛陈再分成七份之一, 变成水层, 水 水密度是最大, 但是有空隙的, 在昭明镜里面可以看到的, 这一粒的微陈, 能够在水的空隙当中走来走去, 无障碍, 叫做水层, 水层再将它分成七份之一, 叫做金层, 金的密度更大, 这个金层就是五金, 金银和铁石, 这个密度很大, 但是它仍是有空隙, 这粒的微陈在这个空隙里面通过没有障碍的, 叫金层, 金层再分成七份之一, 天叫微陈, 佛经常说的微陈, 肉眼是看不见的, 哪个能够看见呢? 阿罗汉能够看见, 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陈, 这一粒微陈还能够分成七份之一, 叫做色序极尾, 应该是现在科学的分析来说, 阿罗汉能够看见的微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子, 阿罗汉能够看见, 原子很少的, 八十年前, 科学家发现原子, 因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少, 不能再分, 随着科学, 仪器的进步, 观察仪器越来越精密, 至到原子仍然能够分, 将原子打破, 看到原子就是原子核, 箭子、中子组成的, 因此仍然能够分, 这些原子核, 中子、 中原子, 一个一个将它打破, 依旧仍然能够分, 它还不是最少的, 这些科学的名字称为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还不是最少的, 再分成为夸克, 佛将这两个阶段用一个名字叫色序极尾, 越分越小, 色序极尾还能够分, 再分成七分之一, 叫极尾极尾不能够分, 再分就没有了, 这才是真正物质的单位, 基本物质单位, 这样科学家发现了, 科学的名字叫作微中子, 或者叫作中微子都可以, 这是最小的, 不能够再分, 再分就没有了, 科学家再把这件事再打破, 打破就没有了, 物质就没有了, 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年头波动的现状, 先让科学家访认大悟, 普朗克研究到最后, 发展的论文, 跟大家说, 这个世界, 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 从念头来的, 证明或经常说相有心生, 亦有心生, 一切法从心上生。 我们对这些怀疑了几十年, 几十年我们的疑问都没有断到, 古人住家里面没有说清楚。 上一辈的这些老师傅讲经, 亦都没有说清楚。 现在, 我们总算将这个五围体揭穿, 宇宙奥秘。 现在科学家的问题, 物质是零八, 搞清楚了, 念头从哪里来的? 物质从念头生的, 念头从哪里来的? 现在在搞这个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多, 研究念力的能量, 不可思议? 念力到底从哪里来的? 又是一种说法, 讲念头生灭捉到很快, 念头刚生起就灭了。 这个现象, 凌验经上有, 凌验经佛讲念头, 当处出生, 催处灭准, 几乎是生灭同时日, 科学家 找不到他的原因, 好像是没有原因, 但是佛经上有。 佛经上念头是阿拉耶的转上, 转上从哪里来的? 从业上来的。 业上, 科学家有类子的, 现在还不敢断定, 科学家讲的能量, 好像 佛经上讲的业上。 这是阿拉耶的三世相。 业上没有理由, 突然生的。 怎样生的? 佛经上讲的, 一念不觉。 一念迷了, 就产生这种现象。 一念不觉,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对你的现象不是真的。 这样学习, 最后终极的目标, 就是恢复一念港。 恢复一念港, 就成佛了。 割了之后会不会再迷呢? 这句话, 帝尊在世的时候, 呼楼拿专者提出这个问题。 佛同大家说, 一念过后不会再迷了, 好像金在矿里面, 从金矿, 将这个纯金提炼出来之后, 纯金不会变成矿石。 用这个作比喻。 我们都是偶然的, 一念不觉, 就在冒命里面。 经过 长时间迷惑, 迷惑就是搞六道轮回。 国务之后, 和六道轮回超越, 慢慢的修整, 回归到本国。 这是很大的循环, 回归之后不会再迷了。 这就是佛教, 整个佛教的理论依据。 总的原则, 就是张家大师跟我们说的, 看破放下。 所谓看破了解整个宇宙的现象, 无论是自然现象, 心理现象, 科学家叫做讯息。 物质, 这三种现象, 专步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明白之后, 你就会放下了。 放下会怎样呢? 不会将它放在自己心上, 就对了。 心要空, 空就是三味, 空就是潜顶, 潜顶是真心, 灵敏到极处, 非常会潜, 非常灵敏。 对佛家的修行, 以戒不定, 以定开智慧。 佛同我们说, 并不是他发明的, 自古以来, 十方三世, 一切菩萨成佛, 共通就是这条路, 无例外吉, 就是戒定位, 称为三无六可, 佛法传到中国, 这个数学的原理原则, 如, 采立了, 到, 亦都采立了。 这样因戒得定, 因定开胃, 变成中国传统文化修正的基本概念。 如释道也走这条路了。 戒在第一就是守规矩, 不守规矩, 不姓方圆。 一定要守规矩。 这个戒定位理念, 如释道也通, 但是, 戒定位 说的都不一样, 如有如的戒定位, 道有道的戒定位, 佛有佛的戒定位, 这个就不一样, 但是, 如有的戒定位, 道的戒定位, 终极的目标, 都是升天。 换句话来说, 当未有脱离六道轮会, 只有佛的戒定位, 而且是大乘的戒定位, 小乘还未有脱离, 大乘脱离六道轮会, 脱离十佛解。 所以中国人用佛道做修学的基础。 词戒在中国是不普遍的, 特别是最近几百年, 科乎的人很多, 几乎将戒律全部都不要, 所学的是佛教的知识, 他得行的修养帮助就不大, 他修行的正果是完全没有的, 佛法在中国变成了。 不是释迦牟尼佛传来的这种 纯正的佛法, 不是的。 中国人将它当作知识来学习。 我跟方老师学哲学, 学佛经哲学, 也是将它当作知识来学。 方老师教我的时候还年轻, 五十左右, 五十多岁。 他到晚年, 七十岁以后, 这是他对佛法 的爱号, KEE BUSH。 七十岁以后, 他进入境界了。 只有一点的受勇, 真正威尔三保。 台湾有个拱音法师, 人家叫他水果和尚, 他拜他为老师。 万年, 七十九岁, 过世的。 区学佛在这个年代, 渐渐地继续入, 可惜他就离开了。 如果他能够多活十年, 对台湾, 甚至于对全世界的佛教, 他有很大的贡献。 这是一个真正高等知识分子, 世界上著名的教授, 贵三保学佛。 可以与世人说, 佛教不是迷信, 走得早, 降入境界, 他就走了, 非常可惜。 念头这个问题, 现在科学家 集中力量, 接通力量, 研究这件事。 说出念头的力量, 能量, 带到无法想像。 问题是我们凡夫, 念头散乱, 就是妄想太多, 集念太多了。 如果能够将这些妄想集念集中, 变成一念, 就像光一样, 光放光是散乱的, 四面法方的照见。 如果将这个光不让它四面方, 令它从一点, 叫击降, 这个能量就大了, 它能够穿过钢板, 原来这个光是散乱的, 一张纸都不能够透过, 将它集中起来, 的时候它能够穿过钢板, 在课佳家有个比喻, 我们要真正训练到, 潜定就是训练念力的, 真正得到深深潜定, 这个力量可以移动, 太空当中的升球。 可以改变, 它是温行的轨道, 有这麽大的力量。 在地球上的灾难, 这是计算无算皮的小事。 真正有这个能量的人, 住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灾难不会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呢? 竟出去失不转。 它能够将所有灾变, 都将它恢复正常。 现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 土使, 将来有几个将这个问题参透。 这个参透对佛法, 有很大的好处, 证明佛法的收学是正确的, 恩戒得定, 戒就是收心, 将这个心四次跑,收回来, 到摄六斤, 正念相计。 这个是戒律的方法, 完全收回来之后就得定了, 定的功夫不够, 要深。 收定, 释迦牟尼佛 与波罗门教学你, 在印度有1万3千年的历史, 释迦牟尼佛才是3千年, 他比佛祖一万年。 印度宗教学术 普遍所收的四善八定, 全部是婆罗门的。 四千年是四界天, 18层天, 向上去是四空定, 再加上欲界6层天, 佛法说天是28层。 一般人生天没有超过欲界, 这个是为何呢? 因为他的欲望没有放下, 欲望如果完全复住, 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 这个人生是四界天, 世界有18层, 有18层, 看你的功夫到了哪层。 世界天顶, 是经常讲的, 默契守罗天,一个色界的天顶 默契守罗天王 四贤天的天顶 四空天是没有形象 他们完全摆脱物质现长 换句话来说,他们是侮辱身 它有灵 我称它作灵界 一般人说灵魂 它这个存在是否侮辱 亦是很多人所向往的 中国古代老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老子说,没有大患 没有身 我有最大的忧患是有身体 没有身体多好呢? 还要试上就是无色界 无色界的人不要身体 它有四层 一层比一层高 没有出六度轮回 四空天是六度轮回的鞭子 没有办法超越 阿罗汉就超越了 三个阿罗汉在四贤天 在一个地方修行 成阿罗汉超越六度轮回 进入四圣法界里面的清文法界 它去那边了 指到哪里呢? 亦经上有句说话说得好 物以累质 人以群分 说得太好了 和你 至于和杜合国人 他自治疑仁会 集合在一起 所以阿罗汉跟阿罗汉在一起 他们是修学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是在四圣法界里面的清文法界 再往上提升是原国法界 再在上面就是菩萨法界 到最高的就是佛法界 因为这个法不是真佛 建台大师说的是相似即法 不是真的 相似即法和真佛距离很近 他再往上提升 不起心不动念 他就超越了 再起心动念 出不了去 这是十法界 不起心不动念 超越十法界 他就跟佛住在一起 我们经常在这里说的 他跟佛住在一起 出发如来的实暴庄严土 实暴庄严土也叫做一阵法界 对于十法界来说 十法界是假的 又生又灭 一真法界是真的 不生不灭 这个世界是没有生灭的现象 我们今天说的 亦被医整 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到那里 亦念佛 亦念世佛阿弥陀佛及被各土 中国人不灭也不灭 天真不灭 亦念佛基地 神不灭之下 他说的 中国人不灭之下 他不灭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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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什麽程度,无论是什麽慈效,无论是什麽环境,起心动力,全部是阿弥陀佛 除是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习念,没有妄想 念佛念到这样,功夫叫做成片,打成一片,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倒价 这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烦恼集气断除 我们还有烦恼集气,但是我们的功夫念佛,功夫成片 虽然有烦恼集气,它不起作用 所以烦恼不会造成障碍,决定往生 这里面,功夫成片也有三倍九品 三倍九品,功夫高的,可以自在往生 所以是什麽时候去呢? 什麽时候佛就来接人 佛永远摧顺众生 只要是什麽时候去呢? 它是什麽时候来的? 它是什麽时候来的? 三秒 只要心清淨 我们的经题上,清淨平等觉 只要得清淨心 根阿弥陀佛就通了 根阿弥陀佛就通了 20日后障碍都没有 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 不会外子 除医的 终于不是为自己 是为众生 我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 相信我的说话 听我的说话 那我就要帮助他 我要教他 帮他一齐到极乐世界 帮他人住多越好 住在这个世界 为这国 不是为明文利养 在意 在这个世间 真正做到与人无争 与世无求 无论是顺境逆境 千怨恶远 没有说不欢喜 自在欢喜 顺境逆境 是我们生活环境 千怨恶远 是我们的人事环境 千怨恶远 是我们的人事环境 千怨恶远 是我们的人事环境 全是找麻烦 在这个环境内 没有怨恨心 没有报复的念头 而且还要感恩 为何要感恩呢 这些人都是帮我烧业障 这些人都是帮我烧业障 我们无量劫力做了很多的业 其他人说我 别人抵护我 我听了都不会生气 没有怨恨 还要感恩 他帮我烧业障 他帮我烧业障 重罪轻报 那便报了 其他人听了 心里很难受 还要去报复 那便结言 这个券便不好 会引起生生世世 圆圆相报 没完没了 彼此相放到痛苦 那便何必呢 所以佛教我们修忍欲波罗蜜 忍欲里面有一条忍害 必人看我们 痛痛的能够忍受 不要计较 不要放在心上 好吉田人 没有贪恋 恶人 没有尋为 永远保持 清静心 平等心 这便是对了 清静阿罗汉的心 平等菩萨心 好吉田人 这个是经的 经题 好了 向修行的因果 都在上面 如何去修呢 不管是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便法法门 也没有例外 通通修的是 清静平等菩萨心 便收到这个 这便是佛法 离开清静平等菩萨心 便不是佛法 无论用什么法门 修行方向目标是一个 就是清静平等菩萨心 最终的目标是见阿弥陀佛 正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 即给国土 敬念殊 想经中的境界 就是想念极乐世界 开念法妙行 从前钟往 苗中之妙 敬宗之境 这句说话说绝了 念的人多 说的人也认得多 真正做的人就不多了 这是什麽原因呢?未有透切 他经常说的说话 未有透切地认识到 或者粗淺地认识 所以你未能够落实做生活 透切才有用的 练佛的理 心 练佛的方法 精密 怎样才能够 透切地了解呢? 这部经就够了 要学多久? 至少要10年 10年串门学这部经文 这部经文 天天要念 念熟了 念一片 大约要40分钟 再快的半个小时也可以 如果你有时间 如果你有时间 一天 只要念20篇 20篇就是10个小时 你没有网念 你没有习念 将你的网念、扎念 打除 目的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修订 用念经来修订 每日 每日念20篇 这就是戒律 恩戒得顶 你的清静心念出来了 平等心念出来了 大概这样念 要念三、五年 一般的根性 三年得定 就是清静、平等、现前 幸福不能够间短 继续再念 再有三、五年 大切、大五 平心、见性 念法和参时是没有两样的 方法就不一样 奏理相同 果报一样 但是果比蝕还要殊胜 蝕只是大切大五 未有生淨土 一日大切大五 往生淨土见阿弥陀佛 让他殊胜 在学习之前 自小 要将黄廉祖老居士 这些注解 习著 从头到尾看三十片 为何呢? 深信不疑 你都明白了 你念经线 愈念愈有味 发起充满 不会感觉到疲倦 一门深入 尝试分寿 这是秘诀 生的是 苗中之苗 敬中之敬 敬就是小路 小路里面的小路 直接了当 不会转弯的 转寿 十年之后 就成佛了 这都是说普通的 中等根性的人 上等根性的人 未有超过三年 他就成就了 下下根人 十年不能够成就 再来十年 决定成就 二十年 不要说不成就的道理 悦静恩中 华三念法实为首要 抑法 抑法 第一 重要 将世间事放下 世间事 是轮回业 你做好事 三善倒 你做恶事 三恶倒 天天做的是轮回业 对练法有障碍 所以练法功夫不得力 变化就不能够往生 原因就是这里 这种轮回业在现代 那时候是没有的 现在是最厉害的 最严重的 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手机 第二个是电视网络 而三样东西 你如果迷了不肯放下 就搞轮回了 《极乐世界》就没有指望了 即使上到极乐世界 想这些东西放下 它扰乱你 令你身心不安 很可怕 什么是魔王呢 这三大魔 手机就是第一个 网络是第二个 这些东西 我早年 就意识到了 老师也警告过我 我不看电视 不看报纸 这些信息 短绝 大概有50年了 你们说一下这些事 那些事我每天都是过太平日子 没有事 从早到晚都是没有事 太平盛世 不用听 他说我可以不听 所以报章、杂志全部断了 每天读古人的书 读佛经 跟佛菩萨往来 跟古姓先言聊天 这个多自在 多快乐 现在人能否过这些生活 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愿意过这些日子 你说这些日子 多好过呢 和古人是没有什么样的 我们跟大众分享 给古人自在 古人要在课堂 下面有听众 我们现在就不需要了 摄影范里面 经常我一个人在里面 机器就是固定的 不需要人操作 我一个人 面对着摄影机说话 我亦有说有笑 几十年 养成习惯了 虽然我看不到你 我知道你看到我 我对谁说的就是对你说的 谁打开这个频道 我就是对他说的 比古人方便 太多了 我们通过网路 通过卫星 面对全球同学 我们每天在这里面见面 不止四个小时 广路跟 微星电视 都是24小时不中短的 过去所说的 大概一半 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随时都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港堂 往来的人好笑 令我们自己 各宁静的生活 现在年纪大了 很多地方邀请 都拒绝了 还有一个问题 它可以传给我 我可以与它详细地解答 六星光碟 送给它 好像是面对面谈话 没有两样的 这是科学工具 给我们带来方便 我们上一代是没有的 这一代用上了 在学佛 正恩当中 化身 念佛 出为首要 第一重要 实际鲜 这部经 也是第一重要 誓冤末华时期 修学能够成就的 只有这部经 其他的经论 法门都要断烦恼、开智慧、征仆体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个法门刚才说了 练佛练到功夫成田 我们可以做到的 大业、往生 我们的烦恼集气没有断 我们练佛的功夫能够将它控制住 不让烦恼发作 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必然的赞叹 我们会不会感到欢喜呢? 感到欢喜就是烦恼起来 赞叹笑一下 没有其次 不敢承荡 你的赞叹过分了 变成毁放 会不会感到难过呢? 没有的 也不要放在心上 换句话来说 生活当中 头一件事是人事环境 决定不受它干扰 我们永远要维持 清静心 平等心 首先是清静心 不被它掩污 原色民生 你将它放在心上 你的心就被掩污 就错了 善恶统统不要放在心上 这些事环境 是要做给别人看的 是利益众生的 自己呢 断恶 不着断恶的照片 是做给别人看的 清静心 没有断恶这个念头 朕前 没有收钱的念头 萝的断恶时 是尼他 不放在心上 就是自理 不放在心上 没有受到干染 清静心是没有受干染 平等心是没有受干扰 这样慢慢不能够养成开吴蓝 开吴蓝能够着急 事后到了,自然就开吴蓝 以削、事因、受因 下面讲果报 因果相随如生如影 有因一定有果 这是念佛的因 念佛的果一定现前 在这个世间,我们以修善为因 决定得善果 以造恶为因,决定得果果 后翼大使在《灵骑注解》中 在《灵骑注解》中说 《灵骑注解》中 《灵骑注解》中 这句话就说了 这句话 这句话 上片发界、虚空界 所有的现象 都包括在其中 一样都无留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受用是哪里来的? 在自己心里面现出来的? 你看到怎样的环境 就是看到自己是怎样的心伤 是你的心变现出来的? 下面一段是妙果 军城两段 第一段是《生上同佛》 第二段是《文法不退》 《灵骑注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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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读解都简单 含义无量无尽 这个念佛人明中之后仿生 佛离接人 佛不接人,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是找不到的 一定是佛离接人带你去的 接人的身 这个佛相是没有一定的 你喜欢什么的身,他便宴什么的身 于是我们便要遇到了 我们平时供佛像 选择我们喜欢的 这尊佛像我们一生便供养它 便供一个 现在科技术发达了 我们离开家里面的佛堂 将这张佛像照成照片,随身来带 每日的早晚当科众 便看这个佛像 看成习惯了 临命中时阿弥陀佛来接引 与这个相一样 我天天想它,天天念它 终于将它念你了 它不会验其他的相 是一样的 与你所共的相是完全一样的 感应嘛 这个相是接人来的 接人来的 你一定带着莲花 我们赞正发心,念佛求生静祷 发这个心 几落世界,七宝池里面 就生长了一朵莲花 这个莲花上有我们自己的名字 判无量寿经上讲的,讲得很详细 看看这些都没错 我们往生的时候,这朵花开了 花一开,我就知道了 摸着这朵花来接引你 你坐上了莲花 花又合起来 在莲花里面 在莲花里面产生变化 这个变化就很大了 我们的肉身变化 变化成身 我们的心变化 我们的身是阿里耶的上反物质现长 我们的念头是阿里耶的卷上 在莲花里面 卷白色成四字 要感谢阿弥陀佛 这个完全是阿弥陀佛加字的 一转变到极乐世界 气氧花一开 你是什么身份呢? 我们中国佛教所说的 大书大五,明心见证 就是这个身份 真正超越十法界 在莲花里面 到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我们的身相跟阿弥陀佛 完全是一样 这个是三十二相 不止的 判无量寿经说 不是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是释迦迷律佛 当年降生在印度 印度人的风俗习惯 认为这三十二相 是人间最好的 最圆满的福尚 是世尊在印度前的 而三十二相 令大众看到这个相生欢利心 肯听他的说话 跟他学习 这个意思 其实不止的 要以观无量寿经 做依据 观经上佛讲阿弥陀佛 只磨真金色身 真金色身代表什么呢 代表永恒不变 这意思 在五金里面 银铜铁石 都会涨化 都会变色 唯有黄金 不会变色 黄金的可贵 就可贵在这里 所以佛用金色身 摸它不变的意思 有八万四千相 不是三十二相 八万四千相 补相 每一个相 有八万四千随形好 每一个好 放八万四千光明 每一个光明里面 而诸佛菩萨 绝法度众生 这个相 无法想像 这是佛种种的庄严 十六观经里面 观佛尚好 这是真正讲到阿弥陀佛 佈身 殊胜庄严 每一个新到基督西家的人 实际上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这是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不是我们自己修理的 是佛无量劫秀职功德所成的 亦是阿弥陀佛五劫修行叉莫 是阿弥陀佛一样的 是阿弥陀佛一样的 亦是阿弥陀佛一样的 亦是阿弥陀佛一样的 是阿弥陀佛一样的 身体 生活环境 学习环境 和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基督西家的人 是平等的世界 每个人都宽利 没有人有意见的 是平等的 不平等才有意见 平等便没有了 基督西家的人 是一切诸佛策土 平等便是第一 一切诸佛策土 总有不平等的事 否则我们居住这个环境便不平等 是释迦牟尼佛策土 莎婆世界 期许佛世界是没有的 因为不平等 衍生出很多很多烦恼 因烦恼造作罪业 因罪业感受很多苦求 这些都是阿弥陀佛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这些现象在极乐世界根本没有 不但没有这些事,连名字都听不到 好像不平等、不清静、烦恼、掩污 这些话在极乐世界是听不到的 这才叫极乐 天真菩萨做往生论 这部书实际上就是天真菩萨 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所看到的极乐世界医症庄严 跟我们做过报告 他说我们的居住环境就是菩萨 十七种殊胜 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的老师 八种 庄严 庄严 黄生的 是我们的同学 都是菩萨 总结四种庄严 总共二十九种庄严 说明了 释放极乐世界的美好 这是正宗给收的课请 三经一轮 而一轮就是天真的黄生论 这一段的经文注解也不多 实际上 这部经 天真敲敲敲 说得太多了 下面第二段更重要 文化不退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在这边学习 文化会退转 到极乐世界 文化就不会退转 速得文化 永不退转 这个很难得 念老注解很简单 生保察中 速得文化 指引明宗 色尚愚法 并速得文化 这句说 依前面 三辈黄生 黄生正恩 所讲修学的理论和方法 你以照这个修行 将来明宗的时候 直上跟佛是一样 到极乐世界 到那边就文化 化开见佛 都极乐世界 化开见佛 你便进入了阿弥陀佛的讲堂 首先要知道 世界人的身体 是化成身 不是穴育自驱 而不是物质现长 所以它不需要饮食 我们在这里饮食 是很粗心的 所以很多时候 省下它 不需要饮食 第二个 它不需要睡眠 换句话来说 它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 是凡夫 我们现在才进入它 离开讲堂是什么身份呢 成佛 为什么呢 不成佛 便不能离开 这个讲堂是承佛的保证班 这个讲堂是承佛的保证班 出来便承佛了 未承佛 我还要学习 我还未有毕业 那怎能够出去呢 在佛堂 讲堂便不能够出去 会不会烦恼 会不会感到很不自在 不会的 为什么呢 它是没有障碍 你到其乐世界 你六种神通都举足 你的性德完全佩佛 你有天眼天耳 宿命他心 宿命他心 神足流尽 六种神通俱足 所以你的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 在那里接受阿弥陀佛 教会 同时 你能够分 无量无边身 在那里接受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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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十方世界 是没有随时可以去的 现在私套障碍都没有 你愿意教化众生 你能够在十方世界 跟你有缘的众生 你与他感应道交 你的身分身再分身 去教化众生 看大志在 啊! 其乐世界阿弥陀佛 保证你一生成佛 而且快速成法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到了 这种环境 哪里能够不成就呢? 我们念的东西 时迟都忘记 尤其是年纪大 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 年纪大了就不行了 会忘记的 以前学的东西 忘记了 老人 有这个问题 到极乐世界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你明三见性 十块界 以正庄严 是至性变现的 至性就是真心 自己真心变现出来的 便有自己不知道的 十块世界佛土 是至性变现出来的 极乐世界是没有例外 有一切诸法如来 也是至性变现出来的 所以阿弥陀佛 不是至性 我心 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是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这句说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是 在阿弥陀佛大会中 在他们毕业之后 便进入上直江正土 进入上直江 便跟弥陀 所有一切诸佛 用盛一体 佛是一盏灯 一切诸佛 每一个佛都是一盏灯 灯放光 光跟光用成一片 叫做大光明壮 淨土叫做上直江土 新跟土都没有了 都变成光明 光 天法界 虚空界 所以 佛在哪裏呢 佛就在光下 我们全部在佛光之中 没有离开佛光 我们练佛 佛现身便在面前 没有造成 那边到那边来 没有的 这是错误的概念 当着出生 当着灭尽 当着灭尽 痛痛在当下 十块界 医症、庄业 全部在当下 十块界 医症、庄业 全部在当下 十块界 畜德文法 畜德文法 畜德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同时可以分无量无边身 诸佛所说的法不一样 每每一个身 亲近一尊佛 接受他的法 同时 将十方一切诸佛所说的法 你同一个时间都学完 到达到达了 不是 一转转转法 那里去学的 那你要学到哪一边呢 同时的 一刹那之中 一切圆满 这个地方 能够不去吗 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 他如果不去 那叫怨王 没有这个道理 凡是不去的 都是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明白 搞清楚搞明白的时候 后悔莫及了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颗题 正受十战 智利特生 里面分两段 第一段 圣恩 书圣的恩 分三小段 第一 当收十战 我们再看 一看 经文了 我们再看一看 经文了 欲生彼閣,雖不能大精進潛定,盡慈驚戒。 要當作善,所謂一,不殺生,二,不偷渡,三,不淫慾,四,不妄言,五,不異語,六,不惡口,七,不兩竊,八,不貪,九,不親,十,不思。 欲生彼閣在註解中跟我們說,前面說的第一類是正恩,往生的人,這個地方是第二類的正恩,其中, 共有三句,第一個修行十善,四個早夜念法,第三個自心歸依,鼎礼共養。 這一段的經文是第一段。 修行十善,修行十善。 修法戒之帝。 修行十善,即是指惡,指善之惡,擦不老於他,恨金之善,以利要一切。 修行十善,在倘 Hawens have oderinha 詮行十善, 歐生偷渡。 那在isch tidy Dou Geist,rika Swarov,指善person的 invраст, 修行十善,剪天域。 杀生是恶,不杀生就善。 前是讲过去未有学佛之前, 未有接受到佛陀教育之前, 这些恶行、不正行为是有的。 不杀生,生就是一切众生。 人是不会杀的,蚊蚊蚊时时杀。 还有一个,食欲,食欲杀生。 不是自己杀,是他杀。 他们为何杀呢? 因为你要吃,他才杀。 早年李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件事, 逃狐杀猪。 天还未干, 现在是三、四点钟, 他那时候杀猪。 童童弄好之后,拿到市场去卖。 啊,你们是陀狐杀猪。 拉着猪的耳朵,跟猪说。 他说,猪呀猪呀,你莫怪, 不要怪我。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你,我不宰。 你向吃的人去讨债。 你看看,他把责任全部推了。 你向吃肉的人去讨债。 这几句咒语,是从古传来的。 不知道是哪一代传来的。 这些图,很聪明。 他是不得已的。 啊,杀猪呀,是陀狐说的。 我是为你们吃肉的人去杀的。 吃肉的人又逮捕他。 是他杀的,不是我杀的。 圆圆相报呀,没完没了。 那被杀的猪呀。 那被杀的猪呀, 向谁要命呢? 还是向杀的人要命。 对杀的人要命。 对杀的人有仇, 对食肉的人有仇。 对食肉的人有仇。 食肉的人有仇, 杀的人有仇。 是要报复。 他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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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富贵人家做的业就重了。 群战人家做的业就轻了。 没有钱去买肉吃。 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 我在农村长大的。 我十岁。 便搬到城里去居住。 十岁以前就在农村。 农村里面吃肉。 一个月就是日子。 农村里面, 乡村。 一个月, 日期我就不清楚, 一定是日期的。 一只猪。 一日可以买到肉了。 没有说天天吃肉。 没有可能的。 天天吃肉, 大概只有过年十多天。 过年这十多天, 餐桌上就有肉了。 平时就没有的。 城市里面居住人口多。 天天有卖肉。 农村里面就没有。 农村里面养猪。 是为了多一点的收入。 鸡肉。 猪羊大了, 也要卖了。 然后鸡羊大了, 又转门到农村里面来收购。 卖给他们。 所以农村里面的居民,杀业轻,不重,到寺里面的杀业就重了 不杀生是佛教我们的 指纏杀生之恶行,我们虽然没有杀人,加速,杀得最多的是鸭 这些是农村养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买,但是有很多养的是自己吃的,高量就很少 计算有两多只鸭,也有十多只鸭,十多只鸭很少 它不是卖的 时间也很长,加速也是生活在野外的 不像现在,看这些动物可怜 古时候看动物可爱 它放在外面养的,它不是在家里养的 鸡生蛋,鸡时时会逃脱,到外面去找,鸡蛋也是生在外面的 所以农村里面素食多,生活都非常浪费,没有浪费,现在的人浪费,这些是罪业 不兜道,不兜道,不杀生,在戒律里面说得很微小 我们的言行,能够令别人生烦恶,引起不愉快,到包括在不杀生里面 不偷渡 不但没有偷渡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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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小到 其心动念想占别人的一些便宜 这些念头就是道心 你虽然有没有道的行为,你动了道的念头 在戒律里面都是结罪的 说得很微小 你偷渡的 你偷渡的财物是有主的 如果这个主是一个人 你欠债便欠一个 戒律里面 说到最后 说到最后 下生要尝命 逗道要还钱 占不到便宜的 亏吃大了 能够做便宜的 常还 是常命 还钱 近的便是来世 远的便是后世 人缘聚会的时候 火曝便现钱 对这些事能够做吗 明白的人,放大的人,宁愿饿死,也不会偷人家一些食物,除非人家是允许你,不做这些事。 所以有人学圣言的论理道德,确定不肯做坏事,为什么呢?万为情,不愿意做坏事,有人要懂得因果,不敢做坏事。 现在人为什么能够敢做坏事呢?他不懂论理,不懂道德,不相信因果。 中国自古以来,社会安定和谐,状然有动乱,之间不会长。 这个朝代被人推翻,另一个朝代建立起来,很快就恢复正常。 什么原因呢?文化、教育无失去。 社会的安全,人民的福祉,建立在三个基础上。 第一个是祠堂,祠堂教校,祠堂教伦理。 受过论理道德教育,不敢做坏事,怎么办呢? 对不起祖宗。 如果我做了坏事,人家指着你这个家,你怎会出于什么人呢? 他骂的不是你,骂你的祖宗。 所以这个弱促的力量很大,不敢做。 祠堂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是孔庙。 孔庙象征着瑜伽、道德教育。 论不上道德教育。 祠堂教人不忘本,要孝顺父母,要孝敬祖先。 做坏事令祖先没有面见人。 这个罪国就大了。 所以父母,家里的长辈,一定要将小孩从小教好,令他养成良好的习惯。 祠堂在古士校是家学的长所。 家学是家庭子弟学校。 家学是家里的养老院。 因为祠堂祭祀祖先,一年只有两次。 称名祭祖,冬至祭祖,一年两次。 其他的时候都是空着的。 所以学校就在祠堂里面。 养老子就在祠堂里面。 老人跟小孩天天见面。 除休博业归根。 什么意思呢? 回到老家去养老。 养老是享福。 中国人将享福放在晚年。 年轻受一些的罪不在乎。 老年就享福了。 外国人跟中国人是颠倒。 年轻将福享尽。 老年受罪受苦。 他将福报享尽。 中国人是将所有福报留在晚年享。 晚年是人生一生最幸福、最快乐、最好的一段自己。 第三个就是成王庙。 成王庙是属于道教的。 表现的是什么? 表现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里面的十王殿、燕王殿。 那是做出来的。 将这个造作罪业的人、果报是离宿的。 做出来。 小孩到那边去看,害怕。 大人教他,不能够妄语。 妄语,你看看,拔舌。 拔舌地狱。 他就有印象。 我现在是骗人, 将来上到燕王殿去拔舌地狱。 其好大的作用。 现在这三件事都不要了。 这三件事都不要了。 池塘毁掉了。 人不忠不孝。 孔庙没有了。 人不知道礼仪。 郑庙没有了。 人不在乎因果。 什么都敢做。 你说的那些是迷信。 这些迷信能够带来国泰民安。 能够带来社会的安定。 人民幸福、微门。 这些迷信破坏不要了。 完全像西方这个。 社会造成这样。 自己没有办法。 要用古人这个方法。 古人迷信不能够用他的方法。 那你用什么方法和什么办法呢? 对于古人这些东西, 要认真深刻去研究。 这里面有大学问的。 而且六道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在最近十几年, 在全世界每个地方都听说有附体的。 有鬼屋的。 美国很多。 你在美国买房子要小心。 这房子以前住的人是否死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时候死在这个地方, 他们灵魂不走, 那就变成鬼屋了。 不能够不知道。 我在洛杉矶, 我们有一个学佛的同学。 他买了一间房子, 跟他的岳父母住。 没有想到这个就是鬼屋了。 里面有个女鬼。 事迟出现。 有一天, 有一天, 他的老岳父母在这里洗澡。 里面出现了。 他就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居然说出来, 把他吓得库都没有穿好, 就往外面跑了。 新的不是假的。 你叫他, 他会回应的。 他居然在那里多年了, 死在那里的。 你认为他没有离开。 他没有什么大钱, 没有什么大屋。 这些事不是传言。 当地人都相信, 不是假的。 所以, 我们说科学, 科学要将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 才算是科学。 未有搞清楚, 未有搞明白, 就用迷信这样的字来说。 不合乎科学。 真相清楚, 真相清楚, 真相明白了。 哆乐洁顿。 英国唐欣比博士说, 拯救21世纪的社会, 只有中国孔孟学说, 跟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液体中国, 对中国的社会是不相信。 我们自己不相信。 唐欣比虽然说了, 外国人听到唐欣比的说话, 伴侵伴依 这个问题放在面前如何解决呢? 法门的解决方法就是每日讲经教学 令大家慢慢听懂,慢慢觉悟,用这个方法 还是教学为师,这句老说话 不教学,人是永远不会回头的 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